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早晨的時間 首先這裡有我們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和我家餐生的大家好 錄的時間是2021年7月5日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去二台正香煲和三台沙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易拼經濟反攬炒的信息傳揚出去 好了,今節我們說一說 一個很八卦的國家怎樣說中國 就是日本 日本媒體很擔心一樣東西,家產知道嗎? 居然突然之間很關心斯里蘭卡 日本媒體就說 兩個又不是四國同盟,關他什麼事? 你可以說我們最好的盟友之一 印度就在你旁邊 那又關你什麼事? 我們跟印度關係好 我關心我兄弟的鄰居 你記住是兄弟的鄰居 你又不是追求人,說那麼多幹嗎? 我兄弟的鄰居有個好的 那關你什麼事都是那句 其實是怎樣呢? 日本媒體最近很擔憂 他說中國一間國營公司 成功投得斯里蘭卡一個備受觸錄的基礎設施 項目 再次呢 引起有關斯里蘭卡 成為中國殖民地的恐懼 令到全世界都很擔憂 別人斯里蘭卡呢? 我等你講一下斯里蘭卡怎麼說 看看要不要你這麼擔憂 他就說中國國營企業 中國交通建設公司旗下的子公司 中國港灣工程公司 6月份就投得一個新的開發項目 政府批准 由這間 中國港灣工程 建設17公里 坐落在斯里蘭卡首都 科倫波郊區的高價公路 日本媒體就說 哎呀 很擔心 很慘啊 斯里蘭卡 根據 交易的條款 中國這間公司 他擁有18年 有18年的經營權 怎麼辦 之前好像說了很久了 中國幫斯里蘭卡說到中國割地 99年經營權 又說要割地 類似的說話說了很多片 現在他又再說了一件事 18年 他們說要收回成本 賺夠才會給斯里蘭卡政府 怎麼辦呢 你斯里蘭卡為什麼會這樣呢 很慘啊 你斯里蘭卡 名冤啊 這樣說 這間中國港灣工程 就會成為第一間持有斯里蘭卡公路的外國公司 當然 有些斯里蘭卡的反對派國會議員 當然出來說的 就叫做 這位哈沙先生 他就說 投資者單靠 17公里的 公路收費 不可以收回成本 這樣說 回不了本 另外 科倫坡大學的 公共債務及 金融港司 Almish 他就說 這個 比舉債融資項目好得多 因為是BOT 建造 營造 以及 移交 就是build operate and transfer 這些項目 亦都可以令到斯里蘭卡 不必要償還外債 被海外投資者倒絕 外匯外流 這些學者都覺得 當然 剛才那個說 這麼夠收回成本 在這裏質疑 會不會用其他 手法去收回成本 第一個學者的反對派 另外 科倫坡大學 其實這是一個好方法 是嗎 是 不過 這個大學老師 他就說 不過我們就要以透明的方式進行投票 這個才是對斯里蘭卡的好方法 另外項目應該是 令到國家受益的 不是令到公司受益 所以現在 這個BOT項目 亦都引發了一些質疑 另外 中國港灣工程除了這條公路之外 他還在建設 另外一個港口 就叫 要嚇 班托達港 還有 就是 一個國際機場 一共耗資 14億美金 另外 亦都有 正在興建的 科倫坡 港口城 這些 日本媒體說 這些 同樣 都是很多 爭議和質疑 中國 很明顯在殖民 斯里蘭卡 這樣說 其實幾年前都已經在說這些 好幾年前 又說 中國 租借了他的港口 99年 吵了一大輪 到最後 不了了之 現在又來過 所以呢 我只覺得 每天都炒作 現在看到 究竟 是怎樣回應 我們又看看 這個 中國港灣工程 怎樣回應 其實 這個中國港灣工程 在獲得公路工程 項目之前 在斯里蘭卡 亦都有其他項目 剛才也說過 而且 都是受到斯里蘭卡政府 通過的 審核過的 那你 殖民的話 應該是這麼說 殖民 我理解就是 用一定的武力 或者其他實力 去令到別人 沒有權利 或者 沒有能力 去 反對 但是他有能力 去審批的話 是不是證明了 別人也有 反對的權力 是不是 那 另外 當然 剛才嘉賊你說的 日本人也很擔心 斯里蘭卡 因為 拖欠中國的債務 他們很慘 要將 客班托達 港口租借給中國 99年 這樣 斯里蘭卡官方怎麼說 斯里蘭卡駐中國大使 他就否認 斯里蘭卡墮入了中國的債務陷阱 以及 我們不會再跟中國重新談判 因為 該談判的 都談判了 人家官方 都說沒有問題 什麼時候 日本人 還沒有說 說真的 斯里蘭卡 駐中國大使 就叫 科霍納 科霍納繼續說 在 斯里蘭卡 對外欠債當中 中國 僅僅佔整體 債務的 10% 你說什麼 哎呀 整個國家都被中國侵蝕了 10% 說得有那麼誇得那麼誇得 是呀 所以真是好笑 另外 那些人說 你是不是代表總統先生 總統先生是不是想跟中國再談判 合同 因為外界說是不公平條約 他就說 如果 如果中國和斯里蘭卡在談判 都是非常秘密 以及 沒有人會告訴你 我為什麼要跟你說 對呀 關你們什麼事 最重要是 這個是 兩個國家的機密 為什麼要跟你說 還有 他說現在只聽了很多議語 聽不到其他 所謂的重新談判 還有 他說 總統說重新 談判的 說法 絕對是垃圾 再說一次 絕對是垃圾 打你這群人 喂 你日本人好心 你不要那麼八卦 要麼你就援助斯里蘭卡 不要在這裏 不要在這裏 阿滋阿莊摩洛國 另外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之前也否認 中國和斯里蘭卡雙方 是否重新談判 他強調 他叫漢班托 塔港 是中國和斯里蘭卡兩個國家共建一帶一路的標誌性 項目 他就說港口 特許 經營協議 是 公司雙方基於平等 自願 的原則上達成的協議 目的就是 將 這個港口建設成為 印度洋 物流 航運 和產業中心 就是這樣 簡單 另外 不單止 日本人很擔心 這個 斯里蘭卡的前中主角 英國也很擔心 知不知道為什麼 貝貝斯就這樣說 糟了 斯里蘭卡疫情增加 他在印度的後院 力量越來越大 哎呀 因為中國要幫斯里蘭卡抗疫 那是不是你 喂 你幫不幫 你自己也不幫斯里蘭卡抗疫 是的 有沒有人性的 我只覺得 你不幫你 你是不是不讓別人幫 你 真的沒有什麼人性 說句老實話 那 說回 大家知道 南亞現在的疫情看上去 就好像緩和了 南亞總共有多少人 差不多20億人 差不多 但是 是緩和了 不過 疫情依然是南亞近年來最嚴重的健康危機 當然 印度和倫國 也都 還在疫情當中 印度 都不敢宣佈完全全戰勝疫情 上次你知道莫迪炒了車 是吧 他這次都不敢完全 是的 斯里蘭卡其實這些小角都是很脆弱的 不過 中國正在對 斯里蘭卡的救援力度加大 貝貝斯就說 哎呀 這樣很糟糕的 可能增加中國在這些國家的影響力 如果正面影響有什麼怕 就是 他幫人有什麼問題 你想有影響力就幫人 是呀 你自己 又不幫人 又在這裏 在這裏 好心 不要那麼小學雞 還有 看得到很不大氣 尤其是大英帝國 所謂大英帝國 不是應該很大氣的嗎 不是應該傲視群紅的嗎 好像沒有 那說回來 斯里蘭卡 這個國家 其實 醫療系統 很大程度上都是 免費的 以及是可以廣泛使用的 被認為在南亞當中 是一個不錯的醫療系統 但是當然 鄰國印度 這麼厲害 早一段時間爆得 你沒理由是抵得過 擋得住 因為太近了 是吧 是 斯里蘭卡政府當然 亦是之前有向中國 政府求助過的 我再說 斯里蘭卡 其實 有件事是蠻嚴重的 因為他 他的疫苗 基本上是印度生產的 因為阿斯里康的疫苗 因為阿斯里康的疫苗 你知道到今時今日為止 仍然是 貨運 仍然是停止的 因為他說 莫迪說 不行 我要打完 國家才讓你打 學美國人 是啊 貝貝斯就說很擔心 中國這個亞洲巨人 已經在斯里蘭卡 做了很多事 影響到印度 中國一直在救援 斯里蘭卡 而且 那你又不去救 說那麼多話都是那句 是 你這麼擔心 你去救 要是你有本事 英國人就叫你 前 殖民地 給些疫苗 給斯里蘭卡 斯里蘭卡 也是你前殖民地 是 那麼 貝貝斯怎麼說 他就說 他們 有口罩外交 之前給了很多口罩 給斯里蘭卡 也捐贈了疫苗 又有疫苗外交 怎麼辦 而且他們捐越來越多的個人 防護裝備 還有測試劑 那你捐得不行 你BNO祖國你也有啦 你這麼害怕 就是 你說什麼 縮骨算白 腦袋會痛 那麼 貝貝斯就說 中國和俄羅斯 能夠彌補 印度 沒有辦法繼續供給斯里蘭卡疫苗 流下來的 短缺的 現在 中國已經向斯里蘭卡捐了110萬劑國藥疫苗了 怎麼辦 那你不是也斯里康啊 怎麼辦 是不是 有什麼問題 之後他就說 斯里蘭卡 過去 在南亞也算做得好 所以 現在他 突然之間爆疫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拒絕北京 人家是救命的 一個 正常的地方領導人 或者 國家領導人 他是先想 救人民的性命 不會像台灣那麼傻的 是不是 是 不過 BBC就說 有些專家 什麼專家 其實是你的專家 有些專家批評 中國 捐疫苗 其實是對斯里蘭卡的控制 是的 他真的控制 控制 人們不會離世 沒有那麼多人離世 是幫助 神經病 說真的 好心理的那些 所謂自由世界 有時候 你自己做不到 你罵人是沒有用的 要麼你就做好一點 是不是 是的 你整個人都說 是的 別人的國家都是人命 不是讓你經常當政治玩的 是不是 那麼 BBC還說 除了斯里蘭卡 中國還在幫助 尼泊爾 巴基斯坦 以及孟加拉這些國家 他們一定會很快 在世界擴大影響力 那你就自己去幫助 是的 唉 其實你聽聽 幫也是很正常 尼泊爾 中國接壤 不幫 中國自己也很糟糕 當然 中國是更加是一個 人道主義的國家 但是幫又如何 你都可以做 不要這樣 不要像魔總那樣 不去人家 巴布阿辛基內亞投資 不去人家巴布阿辛基內亞投資 罵人家接受中國的投資 人家 市長是寫個信給你的 說你 澳洲政府 魔總可不可以來投資 你不騷人家 阿哥 做人公道一點 是吧 所以你看到日本媒體 你這麼八卦 人家斯里蘭卡不夠疫苗 那你 你都可以捐利阿斯利康 不過 你那些 你的廠就未被世衛批 是吧 你那麼害怕中國的基建控制斯里蘭卡 那麼害怕控制你的好兄弟印度 的輪郭 你記住 印度的輪郭 你都管了 你就可以去投資 你幫人建港口 你日本人也做得到 為什麼你不做 或者你叫你好兄弟印度去搞 援助一下 你沒有 你只寫這些 廢文出來 我好害怕 他控制斯里蘭卡 人家總統 都未出聲 是不是 人家總統都未出聲 官方也都回應了 你說什麼 浪費 好了 這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